穿和服在公园拍照 违法吗 这两天 盘起某个公园里 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和服 在树下拍照 多别的路人感觉很不适 被上前与其争执 我要是你妈 我就该扒眼 我穿上和服 我就是日本人了吗 等问题来了 这个和服到底能不能穿呢 它到底是日本的 还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呢 再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据说和服 是在咱们三国时期 东武把纺织品和缝衣技术 传到日本后发连人来了 所以它早期呢 也被称为武服 而在唐朝时呢 受咱们影响 日本贵族穿衣风格都带唐风 所以也曾被称为唐风 但现在啊 确实是日本的民族服饰 那我在公园里穿这个 奥底违法吗 说实话 法律其实并没有谘文规定 法无禁止即可文 那有人说不对 那为啥之前有很多穿纳粹军服 或者日本军服的 都被抓进去了呢 说实话 那种也没有谘文规定 最终啊 都是以寻衅姿势行为 将其抓捕的 处罚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穿的日本军服本身 而是因为啊 他们为了寻衡刺激 夺取眼球 网顾迷徒情感 极大的伤害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扰乱了社会秩序 所以啊 被认为寻衅姿势行为 被处罚了 其实 穿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到底 有没有引起公分 有没有扰乱社会秩序 这是法律处罚的逻辑 所以说啊 这个行为 有没有为法道德呢 这就见仪见智了 有网友说 你这管得也太宽了 穿合途不行 你开日本车就行了 我就是喜欢动漫 樱花还有JK制服 当然有网友说 我们要鸣其历史 这种媚外的行为 必须要抵制 你们认为呢 关注我 助理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 谢谢大家